嗨大家好 今天這個影片呢是一個購物分享的影片 那今天呢要介紹的是這個 一個韓國的品牌 叫A2House 應該大家都知道了 然後因為他最近在台灣的活動 是有唇館期者 還有唇膏滿意送移 所以其實還蠻划算的 尤其是在唇膏的部分 所以我這次買了蠻多的唇膏小售之後 可以跟大家做一個試色的分享影片 然後知道我很久以前 就說過我要做唇膏的試色影片 但是我一直沒有空拍 所以就是大家抱歉再等一下 然後我今天就來分享一下 我買了什麼東西 那第一個呢我要分享的是這個 這個其實是被你們 就是都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就是好像蠻多人會去買他們的 單顆眼影 然後網路上其實好像也蠻多人就是蠻喜歡 他們家的單顆眼影 所以我就買了一顆 我只買一顆因為我眼影也很多 然後我也有很多colourpop 所以就這個只買了一顆 然後我挑了一個我很喜歡的橘色系 然後是有金色亮粉的一顆眼影 這個色號是OR209 我還蠻喜歡他們的包裝 就是透明的 然後很簡潔的包裝 它長這個樣子 我簡單的試色給大家看好了 是這樣子的 嗯 蠻好看的一個顏色 就是如果你平常上班上學都可以上的一個顏色 然後它的金色的亮粉其實蠻亮的 所以如果你要單上這個顏色 然後就出門其實也是OK 因為它就是蠻有視覺效果的這個 我還蠻喜歡的 接下來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這個 這個算是一個比較冷門的產品 它的外包裝長這樣子 這是他們家的蛋香精 然後我買的這個是紫色的瓶子 然後中文名稱叫開始想念 英文叫before you go 這個的話我打開給大家看一下 它長這樣子 我很喜歡它的包裝 那我就近一點給大家看一下 嗯 就夢夢這一個呢 是30毫的 這一個是20毫的 所以就是一個大版一個小版 那價格上的話呢 這個台灣原價是賣580吧 還是500多少 然後七折買的話 大概就是三四百塊錢 所以是蠻划算的 然後它又是蛋香精 所以味道其實算持久 嗯 這一瓶的味道比較偏甜 然後偏果香 如果喜歡甜的味道 或是一些年輕女生的話 我還蠻推薦這個味道 它非常的非常的好聞 然後我覺得比較像是 那種適合給可愛女生的那種感覺 然後呢接下來下一個是這個 這是他們家的染眉膏 這個染眉膏中文名稱叫做 眉菲色無染眉膏 我買的色號是04 natural brown 它打開之後長這樣 就是小小的一個 因為其實我 大家都知道我平常 最常用的是 MAC MAC他們家的染眉膏 然後其實我也蠻想嘗試看看其他家 可是我之前嘗試過 一些開架的顏色 我都沒有很喜歡 然後今天我去靠櫃的時候 因為在那邊試了很久之後 我還蠻喜歡這個顏色 其實我本身的眉毛算濃 所以其實我用染眉膏 是要把眉毛疏順以外 是要把我的黑色眉毛 稍微染咖啡色一點 不要讓它看起來這麼濃 所以其實我畫眉毛 會習慣把顏色畫得很淺 因為我本身眉毛比較濃的關係 可能影片有打光的關係 大家比較看不出來 可是我會盡量把我的眉毛顏色染淡一點 所以我就買了這個他們家的染眉膏 我想要給大家一個小小的意見 就是現在大部分都是流行化韓式的平眉 就是我們的眉毛不會畫得這麼細 像我自己本身是眉毛就是粗的 所以我沒有特別去修我眉毛的形狀 只是在畫眉毛的時候 會把它畫平一點點 然後畫平眉呢 最常被講的就是 眉毛看起來很像蠟筆小型 就是眉毛看起來很粗 就很奇怪 然後後來我是有一陣子看一個 韓國的youtuber 他在教大家畫韓式平眉的時候呢 他就有特別說 畫韓式的平眉要挑 比自己的髮色還要再淺兩個色號的眉毛產品 就是染眉膏或是眉筆 然後後來我自己試過之後 我自己用淺色的畫 我覺得真的會好很多 人家就不會覺得你的眉毛很濃很奇怪 所以如果想要嘗試韓式平眉 又常常被人家說眉毛看起來很粗的人 你可以試試看就是畫淺一點的顏色 接下來呢是這個 這個產品其實我是為了要湊 就是他的滿額才買的 這個是他們的柔嫩櫻桃護唇凍膜 就是一個就是唇膜啦 然後這個大概是原價是50塊 然後也是有打漆著 所以我只是為了要湊滿額就勾入這個 我不知道這個好不好用 如果大家有用過的人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也覺得好不好用 然後我覺得這個上的時候應該會蠻可愛的 就是一個大大的嘴唇在嘴巴上 我覺得我敷的時候應該會蠻好笑的 好然後這個是他們的唇膜 再來呢我要講的是這個 這是他們的氣墊粉撲 其實我沒有買他們家的氣墊粉餅 我今天真的非常掙扎非常的猶豫 可是我現在目前手上好像有三四塊的氣墊粉餅了 所以我覺得有點太多了 然後就非常非常掙扎 可是我是先買了這個 然後因為氣墊粉撲其實非常的容易被弄髒 尤其是這個白色的面 大家應該有跟我一樣的感想吧 就是很容易弄髒 所以我就買了一個備用 因為這個其實氣墊粉撲不便宜 然後想說他們剛好七折的時候買就可以 就是當作備用品 最後的重頭戲就是我們的唇彩 唉唷我的手都擋住了 好我這一次買了六支 然後大部分的話都是這個系列的 然後我買了一支這個 好我先來講比較小的這一支 這一個系列呢 它也是液態唇膏 然後它上起來的質地感覺 比較它上完乾掉之後會變粉 就是變乾像粉狀 它不是乾掉 比較像變粉狀的感覺 還蠻特別的 那我這一支的色號是PK003 這個色號其實那個時候是店員 從他們的櫃子裡面拿出來 就是檯面上沒有試用品 所以這個算是一個隱藏版的商品 然後我做一點點試色給大家看好了 這個顏色很好看 非常非常好看 這個顏色算是一個比較女孩的顏色 然後它非常的 怎麼講 pink 這個粉色的話呢 我覺得它比較不會就是太亮 然後像有的時候 像上學啊 或是上班啊 不太適合擦太亮太大膽的顏色的時候 這個粉色我真的覺得還不錯 就是一個比較保守一點的粉色 再來的話呢 這五支 我自己看了都覺得很開心 好這五支呢 如果我還不知道的人呢 我就稍微介紹一下 就是它們不是唇膏 它們是液態口紅 先給大家看一下外包裝 它長這個樣子 它不是唇膏 它是打開之後呢 裡面是一個液態的口紅 像這樣子 然後它的刷頭其實也蠻好刷的 我先試一下這個顏色給大家 這個顏色是RD301 這個紅我覺得非常好看 很像智秀常常擦的那種紅色 它拿來擦咬唇張很好看 這個是RD301 接下來呢 這個是我嘴巴上這個顏色 它是橘的顏色 它是OR203 這個橘色呢 比較像是紅橘色 所以我上在紅色旁邊給大家看 就看得出來它是橘的顏色 像這樣子 它其實暈開之後的顏色 看起來比較明顯 它是橘的顏色 再來呢 這個顏色呢 是它們的廣告色OR205 這個顏色是那個Crystal 它有在廣告上的顏色 在這邊 它是比較淡的橘色 所以如果喜歡那種淡橘色的人 我覺得會蠻喜歡這個顏色 接下來這個顏色是PK003 PK003呢它是桃紅色 它是比較粉嫩的桃紅色 跟前面這個顏色比起來 就稍微再更深更桃紅一點 然後這個顏色我覺得是 非常韓系的那種桃紅色 我覺得很好看 最後一個顏色是這個顏色 這個顏色好像是它們的新色 這個顏色叫PP501 這個顏色其實 剛剛那個PK003 如果不跟它比的話 會覺得PK003非常桃紅 然後一跟這個顏色比的話 就會覺得這個顏色才是桃紅色 其實你仔細看的話 就是它比較偏紫色調 所以上在嘴唇上的話 會覺得它真的非常非常桃紅 然後PK003其實還是有一點點偏分 那今天的i2house haul就到這邊 這其實算是我第一次 就是一次買這麼多的韓系彩妝品 連我去韓國的時候都沒有買這麼多 我去韓國買比較多的是 保養品類的東西 然後 喔對 我剛剛有說過我嘴巴上這個顏色是OR203嗎 就是那個比較橘紅的那個顏色 然後這個其實是我淡淡的上一層的話 它看起來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顏色 其實液態口紅我覺得蠻好發揮的 然後大家喜歡液態口紅的原因 當然就是它不容易掉色 所以這個的話我覺得它持色度還不錯 然後卸妝的話 其實我覺得也沒有什麼困難的 就是你如果真的很怕色素沉澱的話 就是用眼唇卸妝衣它就可以卸掉 今天i2house haul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 或加入我的Facebook跟Instagram 那你們如果還有買了什麼i2house很好用的東西 或是i2house的氣墊粉餅 大家覺得我值不值得購入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那就這樣囉 下次再見 掰掰